我觉得明天我还是有必要找一下 成人探班的班主任谈一谈 关于退卡的事情 我觉得老师会有误会 我们作为家长有必要跟老师解释一下 有什么误会啊 现在老师这样不就你希望的样子吗 廉洁公正为人诗表 退卡就表明了人家做人的态度 我觉得没必要再去解释吧 但是我觉得 通过这件事情我明白一个问题 以前晨晨跟我们说说老师不喜欢他 我以为这孩子太敏感 是因为我们太宠他了 但是现在看来根本就不是这样 咱们不说好了 跟老师沟通的事情交给我 你为什么要插手呢 插手 这怎么能是插手呢 这又不是你工作上的事情 再说就算我插手了 那是解决我们孩子的问题 怎么能不好吗 你以为你出面就能解决问题 如果我出面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那我就去找校长去解决 你找什么校长啊 你还嫌这事闹得不够大不够僵吗 你把老师彻底得罪的 对你女儿有什么好处啊 你干什么呀 这么大声 你是不是想把晨晨吵醒了你 我 行了 行了 别没事找事了 我成片累得跟什么似的 你什么时候关心关心我 怎么没有关心过你啊 好了 好了 不说了 说多了 上感情 关灯睡觉 那不会探订我 我会活 striving 我出去吃了 很累死我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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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osely tänta 静子 như 在玄劇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不起啊 昨天我的语气有点重啊 别往心里去 不会的 我知道你最近公司压力大 现在公司上下全靠你 事情比较忙 今天你送晨晨的时候 路上再好好开导开导她 好的 以后我们两个人如果再遇到什么事 能不能好好说 不要再发脾气了 我觉得你说得对 但我说的话你也好好想想 我觉得这个阶段去找校长不合适 反而是十多其反 对晨晨不好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洗漱吧 我看晨晨去 宝贝 喂 你好哪位 请问您是不是前段时间给别人捐献过骨髓 你怎么知道的 我就是接受您捐献的人 你好 你好 我现在已经出院了 恢复得差不多了 我给您打电话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想跟你说什么谢谢 那你能健康地出院那太好了 证明我的行为是有意义的 很开心 如果没有您的话 我可能已经不在这个人世了 有时候我在想 这个世界这么大 您跟我的骨髓能够匹配到一块去 准备咱们有缘 我能替您吃个饭吗 你怎么知道我电话的呢 是骨髓库的人告诉你的吗 不是他们 不是他们 是我通过别的渠道去了解的 希望您不要介意 那个 是这样 我捐骨髓呢完全是出于自愿 所以我具体的情况呢 也跟他们骨髓库啊 医生啊等等等等一系列 说得非常的清楚 我希望呢 这是你第一次给我打电话 但也是最后一次打电话 因为我不太想 我的生活受到打扰 我希望您可以理解 如果打扰到您了 对不起 今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您可以打这个电话 其实做这件事情 真的是发护于我的自愿 所以应该 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谢谢你啊 那个希望你之后的生活 健康顺利 也希望你个人的身体 永远都好 谢谢 先挂了 先挂了 来 来 分哥 喂 周全 今天有什么事吗 我想去一趟御殿 一会儿到我这儿来接我 好 好 那我一会儿过去 好 拜拜 来 哥 你要出去啊 对 我要出去 你去哪儿 关你什么事 说嘛 去趟御殿 那我也去 不会是我以后去哪儿 你都要跟着我吧 爸不是说了吗 以后御殿交给我管 我去哪儿有什么奇怪的呀 你管 你懂个屁你管 你不是交给我试试吗 有哪个同学 愿意朗诵一下这篇文章 高飞龙 老师无线上厕所 去吧 快点 还有哪位同学要朗诵的 好 lust 你用大话吗 怎么会儿 现在就下课 下节课我在找人来朗诵 好 怎么样 给你打几台不错吧 这个屏风啊 是我刚给你买的 好看吗 桌子啊 我给你重新布置了一下 没想到这么快 又能坐在这儿 这感觉真好啊 这个花啊 是我特地给你买的 喜欢吗 我说怎么一进来满屋的香味呢 原来是花香啊 你喜欢啊 那我以后每天给你换啊 那就是不用了 这小小事不用麻烦你 爸妈说了让我照顾你 所以我就从小到小来 小事开始做起 雨风啊 我觉得这花放这儿挺好的 能让你身心愉悦 走走走走 你别这么叫我行吗 你 我从小替你叫哥叫习惯了 你以后就叫哥啊 叫哥 叫哥我心里踏实 你什么意思呀 你可以无视我现在 还能永远无视我吗 这话怎么听得这么怪啊 你的意思是我躲得了你一时 躲得了你一辈子吗 你 咱什么时候能结束这个话题啊 你千万不要因为爸妈的话 或者是爷爷的主观意向 就贸然地决定我们两个的关系 听懂了吗 妹妹 好吧 你病刚好 我不和你争 你说过 事在人为嘛 让我们 共同适应 现在是工作时间 请你马上出去工作 听你的 我去工作了 把门关了 来 马老师 来 来 来 黄老师 刚才你手机一直在响 你看看是不是有人找你啊 谢谢啊 嗯 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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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心 小心 我说饭桶啊 你也该塞满了吧 赶紧告诉我 我哥去哪儿了 第一 我不是饭桶 第二 你哥去哪儿了 这事我真不知道 周贤说你一定知道的 本小姐趁你吃饭 你可不能白吃 你白吃 那你说啊 我顶多也就告诉你 你哥最近为什么有变化 为什么 你哥最近认识了一个人 女的 跟你完全不一样 不一个风格的 你还见过他 长什么样啊 是王子啊 走吧 服务员 再来一份牛排 等事儿 大冷天的 你怎么总是一个人 跑到这种地方来照相啊 上次没拍完 这次趁着光线好 所以想把它拍完 你呢 你怎么突然跑这儿来了 那你不是专门来找我的吧 我本来要去福利院还衣服 然后呢 开车 正好看到你的车停在路边了 我就想你肯定在这儿啊 我就下来看看 咱之前不是见过一样吗 好巧 就是这么巧 现在光线刚刚好 我得赶快把它拍完 我没事 我陪你拍会儿吧 你别客气 你不是说那个 太阳光刚好吗 再拍完了 是不是那个曝光啊 不是 不是 你不要去还衣服吗 我刚才是还完了衣服 往回开车 看到了你的车在路边 然后我下来的 赶紧的吧 我帮你拿东西 好 来 这够专业的啊 好 行了 那个放这边来吧 这边 对 谢谢 够冷的 习惯了 这样就行了 对 好 好 好 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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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炼 很聪明 我知道了 好 喂 哎 你不是走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你看你 你是不是有多讨厌我呀 我想让我走呢怎么 我没有 我只是 我以为你走了 就不会再回来了 没想到 不过我确实也 没注意到 那是你拍得太认真了 来 坐下 歇会儿 拍了一下午了 妈 来 饶喝饶啊 咖啡呀 太棒了 谢谢啊 胖着了吧 你怎么这么愣的呀 我还是第一次听上说我愣呢 没事吧 我敢打保票 你属于那种 从小到大男孩见了你 就躲得远远的女孩呢 你肯定还没有男朋友 你就属于那种女的 我知道 特别 别欢了 什么 孩子六岁了 还是这样 怎么了 没什么 真是看不出来 你都是孩儿的妈了 看来我还是显得挺年轻的 是啊 人就是这样 只要这个新不老 就要永远年轻 就 不老 这家公司 怎么办 你怎么办 四伯 你对这家签约公司了解吗 了解啊 可我听人说 这家公司做了好几项工程质量都不合格 是 有这样的事情吗 是啊 所以 立刻停止和这家公司所有的签约合同 立刻换给公司 一部分定金已经交了 止损 现在止损还来得及 这点钱我们还赔得起 可是一旦工程到了最后 纸杨出了问题 那就不是单单赔钱的事了 知道了 爸 我现在就去办 我问你个问题啊 我们拍照一般都是 拍个百八十张子 然后回去慢慢挑选 你好像不一样 我看你拍了一下午 也没拍多少 这是不是就是你们 专业的和我们业余级的这个区别啊 也不是 我觉得这应该是个人习惯吧 我这个人呢 每次当我安下快门的时候 我都想得很多 我希望留在我取景器里面的 是我最想要的感觉 那你的照片应该整整都是精品 哪有啊 所得跟所想总是会有差距的 我有一种感觉 我感觉 其实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 也许常常是会留在人们心里的 再好的机器终归只是机器 它遇到了好的景色 也只是简单地复制过来罢了 怎么可能比得上人心呢 这可能就是 人际特别的地方吧 英雄所仙丽月彤哎 你也这么想吗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都忘了自我介绍了 我叫汤玉峰 陈紫月 汤玉峰 这名字 你听过 可能我计会了 没关系 你以后就叫我小汤 好啊 小汤 嗯 那我今后可以 叫你紫月吗 我肯定比你大 怎么着 你也应该叫我一声姐吧 那我得叫你紫月姐姐 行 除了摄影之外 你还有什么别的爱好吗 摄影师我的工作 我呢 喜欢我的这份工作 其他的没有了 对了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 我自己开了个小店 卖点自己喜欢的东西 没看出来呀 你还挺能干的 这句话听得好用 是我写得太吊儿郎当还是 我好像是挺愣的 这不妮卡 我说话太直了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看你这么年轻 可以做你自己喜欢 没关系 没关系 不是 我真的觉得 你听不懂 我绝对没有怨你的意思 我喜欢你说话直 我喜欢你痛痛快快的 我不喜欢那种 扭扭捏在小女生 你还挺会夸人的 我是觉得跟你在一块儿 觉得你让人觉得很放松 挺自在的 很好 怎么会出事呢 这人姥姥就前太狼后把火 我合同欠得死死呀 还敢骗我 还敢嗑我 很不至于 你还敢骗我 你就一直说 你还动 我还动 我还动 你还动 我还动 你还动 我才动 你还动 一会儿见 拜拜 不知不觉 咱们聊得这么晚 你得回家了吧 你也该回家了吧 有爱人在家里等着回家的感觉 真好 谢谢你的咖啡 谢谢你今天陪我工作 有你在我的工作平添了几分乐趣 希望以后还有这种机会 好 来 东西 你先走 我把咖啡用了 谢谢啊 再联系 紫月姐姐 我们怎么在联系 你给我打电话 这样我手机上交你电话了 一会儿慢点开 拜拜 再见 再见 咖啡 咖啡 生活的付出 感情的辛苦 谁陪我倾诉 朋友都在忙碌 每天反反复复 也不能免俗 那一个称呼 那一段相处 哪儿来的感触 让人突然想哭 我们都在追逐 各自的幸福 我们说好的幸福呢 终离寻她千百度 目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山处 她 竟然是她 不想爱到满身伤痕 她和一份百感交集 我说好的幸福呢 是不是就在不远处 谎言太残忍太伤人 要守候多久才能等到 你今天回来挺早啊 对啊 喜欢吗 你干什么呀 怎么突然想到买花了 这女人不都喜欢花吗 再说我看你最近心情不太好 想让你开心一点 讨好讨好你呗 再一个你爸也说 我爸 我爸说什么了 就说让我好好对你 你是她的心肝宝贝 就怕我委屈你欺负你啊 那当然 你今天找晨晨他们班 班主任谈了吗 咱能有别的话吗 最近咱们家通通都有这个话题 我都听烦了听腻了 我今儿特意让文丽把孩子接走 住在奶奶家 我就不想再提这个话题了 你能不能不再想这事了 孩子的事情我会费心的 我答应过你们跟老师好好沟通 可总得给我腾出点时间吧 我最近在忙什么呢 我忙工作啊开会啊 处理各种事情 忙得不易乐乎的 你这行 我知道 我知道你忙 你辛苦 你压力大 那这个事情还是交给我来处理吧 不是 我来处理 这个晨晨也是 虽然说上次我跟这个老师交谈的呢 有点犯处 但是现在看来啊 不谈不行啊 怎么能让我们的孩子感觉到了委屈 我们做了父母的呢 都不帮他 不关心他 你说对不对啊 你别谈这事了 这一天你真的要离我而去 你 看到你依然在雨里 背对着我独自哭泣 说你愿意再听一次我的呼吸 这一次我真的明白自己在意 你别碰我 老婆不是故意要发脾气的 这一次我知道我是爱 你别碰我 身陷在想你的困境 我对不起 我太失控了 最近清晰只在失控了 最近清晰只在失控了 而且越来越频繁 为什么呀 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谈谈呢 开始想你的好 好的连痛苦都忘掉 笑了紫月 我知道我最近表现不好 开始想你的好 我真的不想 我也不想 我不想给你压力 是不是 有什么事要跟我说呢 爱的太少 爱的太少 用爱的太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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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我发现你去这吃些脸色也不太好 干什么事 心不在焉的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有什么事 你告诉我 我能有什么事啊 没事 真没事 那个 时间也不早了 你赶紧洗洗睡吧 我说这赵斯文怎么回事啊 以前脾气性可挺好的嘛 哎 怎么了 现在成功人士了 牛了 告诉他 要不是你爸给他提供那平台 就靠他自己那点本事 他这一辈子也混不成这样 这跟得没关系 他要是没这能力的话呢 你就给他十个平台 他也是没能力 我今天主要是想跟你说说晨晨的事 晨晨怎么了 我想找找关系 看看能不能和他们校长聊聊 那你想跟人校长聊什么呀 我想了解一个人 男的 什么呀 我想跟他们校长了解一下 晨晨的班主任 是个女的 你知道吗 晨晨从上小学开始她就不高兴 老是跟我们说 说他们班主任不喜欢她 刚开始我们大家都以为这个孩子太敏感 可能在家里面娇生惯养 所以变得特别的娇气 也没拿这事当回事啊 但是后来我找了他们班主任聊了一下 我觉得可能从晨晨的某种感觉上 那也许是对的 反正现在我跟赵斯文一提 找他们校长了解情况 他就会跟我急 有时候我还会大发脾气 我觉得如果这件事情再不解决的话 我跟赵斯文之间的关系 会越来越紧张 听你这么一说 这事是有点蹊跷呀 你是孩子他妈 你去处理孩子的事不很正常吗 赵斯文干吗跟你急呀 所以呀 好吧 我去找一个能把这校长约出来吃饭的人 然后咱们跟他坐下来边吃边聊 然后很自然地就把这事说出来 王妍同学 你现在的领悟能力真的是一流啊 那必须的呀 可是你说 像我这种孤家寡人仇事多 像你们这种有孩子有家庭的人 怎么也那么多仇事啊 你说这人生怎么就这么难呢 咱们不这么悲观行吗 咱们乐观一点 好不 对 乐观一点 乐观一点 第二件事是什么 我认识了一个人 然后昨天刚分手 今天又要约我见面 你说我是去还是不去啊 这事你问我呀 那我能给你出主意吗 这得问你自己心里的感觉 我没有感觉 不可能 你没感觉今天请我喝咖啡 还算问问我这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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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感情吧 但是我真的没有感觉 这不就对了吗 这证明你是一个 思维正常有领悉的女人 反正我就是觉得你应该跟我去见一见 万一要是有感觉的话 顺便把它收入囊中啊 我才不要去当电灯泡 那我当你灯灯泡行了吧 不去 我才不去 那我自己去了啊 你当然自己去了 我还真自己去啊 我这恐怕 你们约了几点啊 两点 那你现在还不赶紧走 行了 行了 正好我也有别的事 你放心 你交代给我的事 我肯定给你办好 我先走了 你赶紧回来 你不能这样 你不能丢下我 妈 这一次我真的听到你的声音 这一次你真的要离我而去 这一次你真的要离我而去 看到你依然在雨里 背对着我独自哭泣 说你愿意再听一次我的呼吸 这一次我知道我是爱你的 这一次我知道我是爱你的 身陷在想你的归迹 闭上眼睛泪如潮汐 永远冲刷不掉你暖暖的印记 哥 你怎么来了 怎么 看到我很失望是吧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经过我的言行逼供啊 周璇都招了 你一定会在这儿 谢谢 怎么 你喜欢那个女摄影师 还没来啊 等了人家半天都没来 是不是很郁闻啊 你是不是嫌得难受啊 赶紧回家去 我不 我要看看你喜欢的女人 长什么样 跟我有什么不同啊 别闹 我找人家是有很重要的事 要跟人家说 大哥我跟你一块儿等啊 你跟我废话 赶紧走 我不 我还得跟爸妈有个交代呢 你走不走 不走 哥 我不等了 你等吧 哥 别跟着我啊 别跟着我 慢点 我 你不觉得 你不觉得 你有什么话要跟爸妈说的吗 爸妈都在这儿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丰哥 到底怎么回事 没事妈 哪有事 你不好意思说 我说 爸 妈 她去找她那个心仪的女神去了